我忘記舞步 真的假的 妳有好幾次看著姊姊 才想起來要跳什麼動作的 妳很過分 沒有… 不懂妳們倆都是長髮 可是為什麼妳的頭髮 會一直披在妳的臉上 對 我覺得因為是那個甩的 那個甩的 那個不夠大力 因為芽芽每一次甩完之後 她就會頭暈 然後她就一直這樣 妳不知道這邊這樣 她就會蠟拍子 對 然後她就會一直這樣 要跌倒 很大聲地高不起的聲音 我真的超容易頭暈的 對 而且烏骨雞的雞毛一直掉 真的耶 掉了一點點 不過兩個人這樣搭配起來很好看 這樣很棒 好好看 太好了 沒有 是因為看我們哥的鞋子加持 鞋子很好 對 因為很美 給我們換一下好不好 好 妳要換我這個嗎 這個也是我的鞋子 所以剛才那一組 如果做平常的表演 看起來應該夠…很夠看吧 其實好看是因為像 我覺得Apple她比較有女人為 她們這個音樂事實上 要很有Feel的女孩子來跳 瑤瑤我覺得她現在就是插在 她剛剛其實應該要固定多一點 姿勢 然後讓Apple來做多一點事 她那個畫面就不會那麼奇特 對 剛剛就插在 插在因為Apple很漂亮 但瑤瑤的表現實在是 沒有辦法忽視她的姿勢 瑤瑤妳現在在拍喜劇 妳有沒有覺得 對 就一直有狀況在她身上畫 裡面一個很奇特的角色 瑤瑤妳剛才那個頭 甩完之後是怎麼了 就暈嗎 因為就是一直要這樣 一直要這樣 一直要這樣 有那個動作 因為可能就是我自己 沒有讓自己站得非常的定 Apple妳甩一下我看 為什麼妳比較俐落一點 有點害怕 好像就是 對啊 妳不就甩好了嗎 我覺得重點是 因為以前就是 以前在那個黑社會的時候學舞 也有跟KIMIKO老師學過 她就是說妳下去 起來那一瞬間力道要快 因為妳整個背 是這樣繞起來漂亮的 還有她不會繞那個背 對 我最多只能到這樣子 妳也像要跳老肥少型的背 每個動作 老師原本也安排說這個要 就是要從這邊摸 瑤瑤只能摸到最後 我摸不到 我好硬喔 她骨頭好硬喔 我看我這樣都下不去 真的 妳長得就是筋很軟的樣子 被騙了 超硬的 所以上一次跳那個性感舞蹈 為什麼就顯得很柔軟 對 因為那是在地板上面 妳知道嗎 然後地板上面其實我不用繞 我只要貼著那個地板 做出一點弧度 就感覺好像有彎 我們竟然被妳瞞過了 對不起 好直播 妳今天破綻百出 對啊 依依 妳甩一下頭髮我看看 像她那個甩髮妳會嗎 我剛剛沒有直接看她是這樣嗎 沒有 妳先 不是 她是這樣子 她需要那個背有一個 背有一個凹槽 不錯喔 對 可以 有一點衛服的感覺 對... 衛服起來 所以兩個人 怎麼樣 妳現在怎麼樣 看起來衛服 妳這個人你知道 對 好難喔 妳也好快喔 妳有優勢 妳有優勢 妳在彩虹嶺嗎 對不起... 是幫起來怨良心鳥 妳會甩頭嗎 甩...可以 而且我今天頭髮是剛好滿事 下去上來嘛 對不對 對… 等一下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什麼啦 妳怎麼了 還好嗎 沒有 沒有 而且我又要單身耶 我稍微… 我稍微再調一下 不好意思耶 會不會煩到嗎 好玩意 再休息一下應該OK 你真的很羞 第一名正王了 第一名正王 我們有機會 沒關係吧 沒關係 剛剛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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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了啦 流血了啦 沒事… 你真的很羞好心切耶 對…想說參與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男生 男生好像不太適合 沒有 他剛剛起來太猛了 因為女生其實是靠挺胸 然後推背的那瞬間 可是他剛剛真的是甩頭 那個真的頸椎會受傷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弧度 其實不是靠用力得來 我覺得他頸椎現在可能移位 對 對 那個弧度是靠胸部去推 然後頭只是放鬆 可是他剛剛是認真的去甩他 老師 妳早一點說嘛 太用力了… 不要哭… 不會哭吧 不會啦 因為他一直叫我不要練這個舞 他原本就一直叫我不要練 不然要練什麼舞 就是他想叫我跟他一起在地上 舌來舌去 因為康熙很大 你知道嗎 你覺得很好 要炒那個 那個節肚補短 節短補腸 就是不要讓自己的那個 妳是我的衣服 喂 就不要讓自己的短處被人家發現 我好像說為了跳這個的時候 還有炒了一架 其實芽芽今天沒有不好看 她上一次會好看 是因為她沒有做像今天那麼多動作 對 她其實妳的動作少一點 妳的那個存在感就會再好看 其實開始的時候還不錯 就是後來動作變複雜 妳就照不住了 至少腿還滿漂亮的 不會啦 謝謝 想讓我們轉移畫題是不是 不會… 好 我們來看下一組的那個 練習的時候的畫面 一進到舞蹈教室 就看到明天已經在暖身了 不愧是運動員出身啊 好專業啊 而明天這次要挑戰 是哪一種舞風呢 會難 難度 但其實呢 基本上呢 只要有律動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後會很難的 看他們充滿活力的樣子 律動應該難不倒他們吧 GO 接下來那個腳 抬起來 雖然從來沒有接觸過 KWAMP這個舞風 但是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似乎也跳得是有模有樣 但才稍微增加一點舞蹈的難度 這兩位竟然開始炒了 要換舞蹈動作囉 但是哪裡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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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新的動作之後 似乎也沒有比較簡單 看著兩個兄弟痛得哀哀叫 我只能說 我該 到底彥均彥虎 能不能順利通過考驗 看看現場就知道 大家好 有看過這個舞蹈嗎 上次李詠賢是不是跳這個 好像是 對 有力的 為什麼李詠賢跳 跟剛剛我們畫面裡看到很不一樣 因為李詠賢就是漂亮 身材又好 你就覺得還滿值得一看的 剛剛那裡面有舞蹈嗎 好像做操 那個 只有前面的十分鐘 我們都在做一些律動啊 那些 很難啊 老師 而且光很多這種動作 提的動作 然後老師就說要提氣 我到現在是不懂什麼叫提氣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只知道什麼叫縮肝 為什麼他們兩位跳的時候 感覺好像比較沈重一點 沈重是好的 因為其實Crump他是一種 用動作來表達情緒的舞蹈 他的情緒放得很重 是 對 但永賢我覺得他的身體 比較有那個所謂的表達情緒 他們兩個剛剛的問題 就在於只有在做動作 所以就會覺得好像很重的感覺 對啊 對啊 你剛剛說不懂提氣這件事情 後來克服了嗎 不會啊 我現在已經不懂 我已經放棄了 可是你們等一下舞蹈裡面 有很多是要提氣的耶 我也不知道會放哪裡 我也不知道放哪裡 你們就一直像想像在那個 黑姑娘子的感覺 對 這樣子 對 在跳crumb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有的人抓不到 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 他會至少很快的換氣 不然他們兩個絕對會膝蓋 然後膝蓋還有那個下肢會痛到一個 對啊 老師 你看 老師一講我馬上聽得懂 所以你的意思是話 所以你是要跟KIMIKO學舞 沒有啦... 所以你們等一下會把那個 哮喘融合在舞蹈裡嗎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放哪裡 我現在已經忘了提氣 要在哪裡來提氣耶 呼吸不過來就吸 我們的絕效就是 越用力就越到位啦 真的嗎 到後來我們的體驗是這樣 所以等一下會是一個很粗壯的舞 對 等一下大家應該要閃遠一點 因為可能無緣無故會被波及到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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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這個鞋子可能會踏破掉 打開 鞋墊跑出來